药品注册 早安优酷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了解药品注册 好吧,让我为你分解一下 药品注册基本上是新药货的监管机构批准在特定国家货的区使用的过程 这是将药物推向公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因为没有它,没有人会知道该药物是否安全或有效 另外,未经是当注册就销售毒品是违法的 所以如果你想避免任何法律麻烦,你必须经过这个过程 是的,药品注册可能不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话题 但如果您对制药行业感兴趣,这绝对是您应该了解的事情 药品注册流程 药品注册是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制造商和其他组织向监管机构注册其产品以便合法销售和分销其产品的过程 在许多国家斜线的区,在药品或设备可以在其境内销售和分销之前,此过程是必须的步骤 药品注册过程涉及向监管机构提交有关产品和制造过程的信息 此信息包括药物或设备的名称和类型、活性成分、剂量和强度、使用说明、潜在副作用以及物用或滥用的可能性等详细信息 此外,必须描述制造过程,包括使用的设施和采取的质量控制措施 监管批准 提交注册申请并获得批准后,即可销售和分销产品 但是,通常需要满足其他要求才能维持注册 这可以包括设施的定期检查、产品的定期审查以及对产品或制造过程的任何更改的提交 为什么药品注册很重要? 药品注册是确保向公众提供安全有效的产品以及制造过程达到最高标准的重要步骤 通过花时间完成药品注册过程,公司可以帮助保护公众并确保他们的产品具有最高质量和安全性 延长药品注册通常涉及提交有关产品的更新信息或对制造过程的任何更改 此信息需要提交给监管机构,这通常涉及填写申请表并提供任何其他文件或证据来支持变更 根据国家和产品的不同,可能还会有其他要求,例如提交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或对生产设施进行检查 一旦延期注册获得批准,产品就可以再次销售和分销 注意事项 延长药物注册时需要考虑的其他要点包括 确保产品仍然安全有效 更新产品标签以反映制造过程中的任何变化根据需要提交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 满足监管机构规定的任何额外要求对生产设施进行任何必要的检查 及时提交对制造过程的任何更改 保留对产品或制造过程所做的所有更改的详细记录概括 总而言之,药品注册是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制造商和其他组织 确保其产品安全有效供公众使用的重要流程 在许多国家斜线的区,在其境内销售和分销药物或设备之前 这是一个必要步骤 通过花时间完成药品注册过程 公司可以帮助保护公众并确保他们的产品具有最高质量和安全性 喜欢并订阅以上就是药品注册的简要概述 我希望您发现它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并且您和我一样对药物注册的未来感到兴奋 请喜欢并订阅该频道以获取未来的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